好 我們回來談半導體 婆婆要來台灣為什麼 一方面當然希望台灣能夠支持他 他將要選總統 另一方面為了半導體 我們看到他來台灣 除了見蔡英文之外就是見張中謀 他想要為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 好好的固裝一下 所以他是不是來做看搞愛事情呢 我們談到在今天傳出台積電 Intel以及三星要組小晶片聯盟 到底什麼是小晶片聯盟 而在這個聯盟裡頭 誰會受賄呢 我們先了解到 小晶片這個其實已經不是新的技術 其實已經很多年 可是為什麼現在要搞一個小晶片聯盟了 我們先看到誰有參加 市場的十個大咖 你看到這些驚死人 Intel 台積電 三星等等 甚至Google Meta 跟微軟 三家不是搞晶片的也都跳進來了 好 那為什麼要做聯盟 主要告訴你說我要規格化 規格化什麼意思 就是以後大家就照著規格去 大家都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小晶片為什麼不要大家各做各的 就我們過去發展半導體晶片 大家都是各做各的嘛 那你現在卻要把它規格化 到底又何在呢 其中很關鍵的Intel 好 Intel其實是這整個聯盟 它一直在主導 可是大家也知道 Intel到處輸人家嘛 好 我們就先不講那麼遠 這個原本做這個小晶片 最早就從台積電開始 台積電是遙遙領先 當年就是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蔣上映蔣爸 就跟張忠謀建議說 小晶片其實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所以當時的張忠謀就聽蔣爸 在說明了一個小時 因為原本張忠謀也不太清楚 小晶片是怎麼一回事 聽了他一個小時的說明之後 立刻撥給蔣爸400個人 外加1億美金給你用 這時候的小晶片就開始成型了 可是2009年到現在 十幾年過年好像也沒有聽到 特別的發展 其實很多人就是在 底下慢慢運作 更重要的是 小晶片為什麼要發展小晶片呢 是因為傳統的單晶片 在過去發展一直都很順利 小晶片就比較沒有當下之急 可是大家知道 摩爾定力快要到極限了 所以現在小晶片就浮上台面 那對英特爾來說就很吉拉 所以我最簡單 我先把你台積電拉進來 要不然原本都你說了算 把你拉進來結盟之後 你是不是要分享一些你的相關技術 我才可以定規格 老師這岂不是在吃我們台積電的豆腐 對 說反而就是吃豆 因為台積電是最早發展的小晶片 而且是小晶片技術最成熟的 那你英特爾這時候需要找晶片 就包我們拉進聯盟裡 那你不是在吃我們的豆腐嗎 沒錯 確實 好 那再來就是 大家都知道蔣巴後來到中芯去的 可是後來又離開了 大家想說他當初被挖到中芯去 就為了去買光科技 不過有兩個理由 一個就是小晶片高階封裝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買EUV 那大家就知道EUV最後還是買不到 那後來就想說 是不是因為中芯不重視小晶片高階封裝的發展 所以他就覺得不如歸去 可是就在去年底 華為居然推出一個小晶片 設計理念的無奈米的晶片出來 他想 華為不是2020年就被美國制裁 大家都不敢幫他生產的 怎麼還會用無奈米 因為全世界能生產無奈米就兩個 一個三星 一個台積電 大家就說不是我做的 那你華為海思的無奈米哪裡來的 怎麼做出來的 對 所以大家去解析之後 原來你這個號稱所謂的新的晶片 9006C這個麒麟 原來是用一部分原本台積電 幫他生產的9000麒麟 再加上他把中芯 幫他生產另外一個14奈米 能夠到這會成了一個新的晶片 這講到一個重點 這就是小晶片的概念 好 那小晶片聯盟 從這裡頭有沒有潛力股可以選擇 台廠的競爭力很強 包括新興 景碩 玉創 艾浦 創意 月光 因為小晶片的話 需要AVF的載板就越多 要求的技術就越高 所以你可以看電子股這一波 多多少少大部分都跌下來 但是你看新興 景碩 基本上都是屹立不搖 載板比較強 對 你看新興 去年大賺135億 這幾天有稍微跌 但是基本上你看 它還在這個金線之上 但是這個是長期的趨勢 我們講到俄武戰爭 你要考慮到一個短中期 現在美系外資 出來暢衰我們的半導體 把7家的半導體降平 連台積電都被降平 台積電它本來喊1050塊 現在降到855 維持了買進的一個平等 但是台積電今天 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缺口 當然外資賣超了10萬多張 股價是創下了 三個月的一個新低 你看這一波 這個已經賣超這麼多 只有一種情況 這個美系外資會講對 大家都會注意到 這一次俄武的戰爭 我們發現核心的物價飆得很兇 農糧跟能源 未來會影響 假如這個戰爭不是說 一下子結束 打了好幾個月 假設好幾個月的話 我們認為會影響到 全球的民眾的消費支出 到時候的話 你先過半導 所以基本的生活 你那手機我不急 不急就換 所以台積電那些重量級的大客戶 用它的5奈米 3奈米 這麼厲害的製程 開發出來的新產品 第二季到下半年 可能就賣不掉 賣不好 這種情況以前金融海嘯有發生過 所以這樣 只有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台積電就真的會跌下來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不希望發生 好 所以還是小心避開 好 現在最後一點點時間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帶你來關心的是2月營收 也要陸續公佈了 這2月營收股 其實是有基本面互體的 包括南電在間功課的月線 蘇羅門海因此攻到了漲停板 所以鐘琳快速幫我們掃一下 現在會先公佈的 一般都成績好的 成績不好的學生 會大概只要10號 對… 都沒… 國不理三種來公佈 如果說我們從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這六支 我認為你先留意這兩支 南字頭的 像剛剛那個 是不是講到小晶片對不對 就是朱老師跟差不多 講到小晶片 然後講到ABF 其實小晶片就是 既有現金封招 把它黏在ABF板上 六支 我認為 你先留意這兩支 南字頭的 像剛剛那個 是不是講到小晶片對不對 就是朱老師跟差不多 講到小晶片 然後講到ABF 其實小晶片就是 既有現金封招 把它黏在ABF板上 那ABF板上基本上就是三支 就是新興 景碩 南電 那如果說南電的2月營收 非常不錯的話 年增34% 如果南電可以假如好成績 今天也可以逆時抗跌的話 當然整個 8046的K線來看一下 就是新興跟景碩 我認為也不會太差 但是 好 但是這裡有 平台整理的壓力 對 就是現金比較不好 但是從這不能看 這產業是對的 產業沒有錯 營收交流出來 然後產業也去對不對 所以你要從這三支裡面去找 現金最強的 最強的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選新興 3037 因為怎麼樣 因為像剛剛有說 這邊有平台沒有過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你看新興的話 這個平台早就過了 你勤賊先行王 社人先是買股就是買最強的 同一個族群裡面 比如說 長龍最強就先買長龍 長龍不強了再看姚明 所以如果說你這三支來看 最強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新興 所以我認為 你看到南電創新高 你可以留意新興 那前天晚上是不是那個 美股大長對不對 然後美光漲8% 那美光漲8% 美光跟誰比較有關係 南亞科 南亞科嘛 所以南亞科的部分 第一位的部分是看報價的 報價第一季是指紋的 第二季開始怎麼樣 第二季開始 普遍縮反都預估 第二季基本上 這個地方它要開始往上漲 所以呢 所以就這個部分 如果南亞科也可以留意